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影,如路易如电,应作如世观。 诸节的第十八段开始了。 世界则有一切众生,于信海中起无名风,造此供业之所戒尘,故以泡御之。 色身,则由性光之所变现,故以隐御之。 此事此身,与泡影同意云生,可见身世,亦与泡影同意虚妄,岂可弥为真实。 这一段说得非常好,说明我们的身体,我们这个世界是从哪里来的。 到底是一回什么宿? 首先告诉我们,世界是由一切众生,共业变现出来的。 文言经上跟我们讲业有两种。 业种叫同分见旺,业种叫别业见旺。 旺是虚妄。 无论是同分,就是共业,大家有相同的,相似的地方。 别业是不相同的,个别的。 无论是同事别,无论是同事别,都是虚妄的。 这一段文虽然不长,已经说得相当详细了。 虚妄是真如本性,还是比喻,真一性,广大,无有边际。 所以把它比喻作海。 这个名词,在现代哲学里面称它作本体。 也是说,宇宙万法,从这个本体生出来的。 你说现出来的都可以。 它是能变,它是能生。 无量无边的世界,是它所变,是它所生。 我们把这个本体称之为性海。 这是佛学里面的,用这个名词来称它。 一切众生是同一个性体。 这是诸位必须要知道的。 这个佛法里面讲,一切众生平等。 平等从哪里讲起呢? 是从同一个性体变现出来的。 所以它是平等的。 那么诸佛菩萨也是这个性体变现的。 六道众生也是这个性体变现的。 不但有情众生,我们今天讲动物,人也是动物之一。 是性体变现的。 植物矿物。 乃至虚空啊,还是这个性体变现的。 所以力量自性之外,就没有一发可得。 全都是自性变现。 所以佛在华言经上说, 情与无情,同缘众志。 就是根据这个原理来说的。 情是有情众生。 我们今天讲的动物,是法界里面的镇报。 无情是我们讲的生活环境。 植物矿物。 因为都是自性变现的。 所以叫同缘种志。 缘是缘满。 种志是臣佛。 那么佛说这个话, 这是超越我们的常识。 我们乍听起来, 很难体会。 这句话要说的粗俗一点呢, 就是人可以称佛, 这个一切动物可以称佛, 植物矿物也称佛, 这个我们就很难懂了。 为什么植物矿物也称佛? 同缘种志, 就是统统都称佛了。 因为它是一个自性, 一个性变的。 那么在有情叫做佛性, 在无情我们叫做发性。 发性跟佛性是一个性, 无二无别, 都是自性变现的。 这个境界确实是很难体会。 如果我们用梦做比喻呢, 也能够略知一二。 梦境怎么产生的呢? 这现在一般人大概都能晓得, 是我们的下意识变现出来的。 意识心变现出来的。 梦境里面, 有有情众生, 有自己, 也有许多人物。 那个梦境里头啊, 也有植物, 也有矿物, 也有虚空山火大地, 不都有吗? 可见得整个梦中境界, 都是自己的意识心变现出来的。 成佛是怎么思心的? 成佛是你家觉悟了。 清醒过来了。 这一清醒过来了啊, 梦境就没有了。 梦境消失了, 消失是同时消失的, 没有先后啊。 梦的发生呢, 也是同时的, 也没有先后。 我们从整个梦境里面, 来体会华严经上讲的, 情与无情同源种质, 比较上容易一点。 都是自信变现之物。 那么怎么会变现这个复杂的世界呢? 这下面讲的, 其无明风。 风是比于, 比于他动, 心动啊。 因为对于四十真相不明, 这个无明就是不明啊, 他才会动。 假如对于对于四十真相通通明了, 那个心呢, 就不动了。 不动就是不期望念了。 期望念呢, 就是因为对于四十真相不了解。 他才会期望念呢, 这就叫无明风动啊。 所以就叫无明的心动了。 那么每一个人, 说迷迭, 浅身, 广辖都不相同。 所以一切众生呢, 共同造的这个夜暴。 这就是世法界, 一阵庄严呢, 这个世界的生气。 是这么一个原因生出来的。 那么经上用一个炮, 来做比喻。 这个比喻啊, 让我们容易理会。 你看呢, 姓海像大海, 真如本性啊, 像大海一样。 这个大海遇到风啊, 风吹的时候会骑水泡。 水泡无量无边啊, 大海是一个。 都是海里面起的水泡。 那么形成水泡的时候, 是一个水泡, 一个水泡, 它是有个别的。 不相同的。 可是水泡要是破裂了, 又回归到大海, 就又是一样的。 这就是, 你迷的时候, 好像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不一样啊, 这无量之后, 就那个水泡破碎了, 回归大海了。 这无量就完全一样, 迷了的时候是个个不相同, 物料的时候是一样。 这个道理并不难懂。 我们从四十这个现象里面呢, 要仔细观察, 能够看得出来。 当我们起心动念的时候, 可以说, 每一个人的妄想都不一样。 纵然你说同, 同中还有不同。 不可能说, 两个人的妄想是完全相同的, 没有这回事情。 不一样啊。 但是如果我们把妄想都洗掉了, 都没有妄想了, 那是决定相同的。 无量无边众生也是相同的。 离开一切分别妄想执着, 就完全一样了。 回归到自信了, 回归到心海了。 所以这个奇心动念呢, 就是无名风啊。 这样造成了这个释法界, 佛家讲的三千大千世界, 无量世界, 这么早成的。 这么来着, 经常用这个炮来做比喻。 那么这说明, 世界是怎么会死去的, 不是真的。 底下一段呢, 给我们讲身体, 这是我们非常关心的。 我们这个身是怎么会死去的。 我们这个身是怎么会死去的。 色神由性光之所变现, 故意隐喻之。 本性的光明。 本性的光明。 本性的光明变现出来的色神, 那个色神像非常之好啊。 佛经里面讲的。 佛经里面讲的报神啊。 身有无量相, 相有无量好。 这是我们本性里面的智慧光明变现出来的。 你看经上讲的佛有三身啊。 发神, 发神就是心体。 就是前面讲的心海。 发神没有相。 报神呢? 报神是智慧极具之身。 那个相好光明啊, 是不可思议的。 我们今天这个身呢, 也是星光变现的。 这是讲的硬化神。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心的光啊, 迷失了。 或者说, 这个光里面掺杂, 许许多多的污染, 不清净了。 于是变现这个身呢, 这个身就色相就不专业了。 我们这个掺杂了些什么呢? 妄想分别执着忧虑牵挂烦恼。 无量无边啊。 经上讲的八万四千烦恼。 无量烦恼。 我们今天确确实实, 是躲在无量烦恼里面。 把我们本性的光明完全遮盖住了。 虽然遮盖啊, 它还是起作用。 就如同下雨阴天, 云彩把太阳光完全遮住了, 它还起作用。 它还会从云层透一点过来。 我们今天这个色身六道的身, 乃至于墨鬼地狱身, 都是浓云弥补里面, 那个星光透露出来的一份。 这时障碍越严重, 这个色身的样子就越不好看了。 那么你, 这像我们讲迷雾的前身, 迷得前的人, 他的色相就好看。 清净光明。 迷得重的人, 那色相就不好看。 我们看三窝道众生的这个色相, 比不上人天。 这个是一定的道理。 我们世间人也常讲, 向随心转。 不但向随心转。 你应当要了解, 身, 这个身的体质也是随心转。 心清净, 你身体一定健康。 疾病从哪里来的呢? 疾病是从妄想烦恼里面来的。 人如果离开妄想, 离开烦恼, 他怎么会生病? 所以妄想烦恼是毒素啊。 你看那个佛经上讲, 贪嗔痴叫三毒啊。 你要有严重贪嗔痴, 那你的心坏了。 心不正常了。 变现这个色身, 身就不正常了。 不正常就多病了。 多灾多难了。 如何得一个健康的身体呢? 清净心。 清净心得健康的身体。 慈悲心得向好光明。 人慈悲那个向就好看了。 所以你要想这个相貌好, 修什么? 修慈悲心。 身体好, 修清净心。 这是你真正能得到的。 因为这个身心都是自信变现出来的。 祝佛菩萨的体质相貌圆满。 他为什么圆满呢? 人家心清净。 人家是大慈大悲。 换一句话说, 这个心里面没有一丝毫的污染。 没有一丝毫的污蔑。 他的相貌当然圆满。 所以我们见到果要知道因。 世间人相貌不相同。 为什么不相同呢? 因为他念头不相同。 每一个人的妄想念头不一样。 假如你要看发现到两个人面貌一样, 他并不是双胞胎。 两个人面貌一样。 那么你再仔细观察, 那两个人的动作举止会一样。 这两个人的命运会一样。 那什么原因呢? 因为他这个因很接近。 就是说他的妄想分别执着非常接近。 所以才会一样有共同的命运。 到什么时候命运会这个相貌身体完全相同成佛? 佛佛道通。 因为成了佛, 所有一切妄想分别执着都断干净了。 那个时候的相貌完全相同。 成了佛才行啊。 菩萨都不一样啊。 菩萨的相貌是大同小异。 你仔细观察还是不一样。 但是非常接近。 到成佛就完全一样。 所以这个色身呢是自性里面的智慧光明变现出来的。 本性里面智慧光明在我们佛教的名词称之为菩提。 但是迷了以后呢, 菩提就变成了烦恼。 我们在大经上常常看到, 生死即涅槃啊, 烦恼即菩提啊。 烦恼跟菩提是一桩四星。 觉悟了, 烦恼叫菩提。 迷了, 菩提叫烦恼。 它是一个东西, 一个菩一个米。 生死涅槃呢, 也是如此。 觉悟了, 叫它做涅槃。 迷了, 叫它做生死。 是一桩四星。 我们今天在迷, 所以我们的色身呢, 使烦恼之所变现。 这个烦恼呢, 就是性光迷失了, 变成了烦恼。 祝佛菩萨的这个色身呢, 是性光之所变现。 我们六道凡夫, 性光变成了烦恼。 烦恼就是性光, 性光就是烦恼。 但是变成烦恼, 变成现在这个色身。 所以用影来比喻。 自信智慧光明是体的影子, 那就更不实在了。 所以这身体更不实在了。 此世此身呢, 此世将我们的世界。 世界是假的, 千万不要误会以为这是真的。 现前我们这个身体, 就像经上讲的泡饮, 同一原生。 同一原生。 那么可见身世, 与泡饮同一虚妄。 这个都是死实。 身体很脆弱, 这个世界也很脆弱。 七口迷未为真实。 你要是一把他当真, 以为他是有这个错了。 与四十真相完全不符合。 这个下面呢, 引《楞严经》的一段经文来说明。 这一段经文在《楞严经》里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段。 《楞严经》。 《楞严经》, 任务终迷, 《楞严经》。 回昧为空, 空回暗中, 戒暗为色, 色差妄想, 想象为甚。 经文只有六句 他这个六句 把宇宙 人生的来源形成 变化 说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本 如果不是 究竟透彻的明了 绝不可能 用这么简单的语句 就把它讲得清清楚楚 其因是什么呢 任务中民 这一句就是讲的 无名 一般经常常讲的 一念不绝而有无名 这一句话就是 一念不绝而有无名 这个就迷了 为什么会迷 那个原因呢 就是这第一个字 人 人 这个东西麻烦 也是 也是愣言经常说的 福诺那尊哲 问释迦摩尼佛 为什么会起无名 无名 无名起了以后 这我们变成凡夫了 我们要费许许多多时间 去修行 把无名破掉了 再恢复自信了 这个恢复自信之后 我什么时候 我什么时候再会起无名呢 这些问题是大问题 根本的疑问 根本的疑问 之间烦恢处是无名的根本 无名的根本 就是之间里头 你再列一个之间 这就是无名本 那么在这句话里头 这个认就是烈之啊 这个话了 意思很深 我们还是很难懂 什么叫之间 之间是本有的 是本能 是真的 不是虚妄的 我们今天睁开眼睛 外面境界看得清清楚楚 这是花了 这是叶子 迷了 这就是无名本了 那你说 这不叫花 叫什么 那你就迷得更深了 越迷越深了 这个意思 佛法没到中国来 我们中国的老子懂得 明可明 非常明 道可道 非常道啊 所有这些名像 是人给他起的 我给他起这个名 他给他起那个名 过人起的不一样 于是就有增值了 就有误会了 那麻烦就来了 那么这个立志 立志就是妄想啊 你在一切境界里 没有妄想 没有分别 没有职责 你所见的境界就是一针 发界 这个就是佛菩萨的境界 所以佛菩萨没有烦恼啊 发界是平等的 发界是一如的 发发界是一如分别执着麻烦大了 一如解是都没有了 悟 悟就是知己 就是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你要在这个清除明了里面 去建立 以为自己有知 这就坏了 以为自己有知 这就是无明了 无明的意思 不觉心动 我以为自己有知 这心就动了 奇心动念 奇心动念 就是无明笨 前面曾经跟诸位说过 无明没有开始 所以叫无时无明 无时深思根本 无时菩提涅槃 我们用了很长的时间 说明什么叫无时 这个意思很深 一定要很细心的去体会 因为你有一认 好了 你本来是在物中 本来是觉悟的 这一认就错了 你在那个觉悟当中 迷了 物中的心是亲近的 是光明的 是不动的 迷了 你在这个境界里面 奇心动念 你心动了 这就迷了 迷了之后啊 就现象 这个象就改变了 诸位要知道 这个物中的象啊 佛经上讲的 大光明藏 所以它是明的 光明的 可是一念迷了之后呢 光明就没有了 毁昧 毁昧是黑暗的 所以第一个现象的时候呢 明像失掉了 在无明里面 我们的现象 是不是无明呢 是的 太空是黑的 你看现在如果说 我们把日月灯拿掉 这个现象就先前了 日月灯拿掉的时候 就漆黑一片了 毁昧为空 这个现象从哪里 迷的像 如果要是雾的像啊 这个像是光明的 不需要日月灯 本来光明啊 佛法里称之为 大光明藏 所以迷的时候 它境界变了 自信本明啊 变成无明 变成不明 空悔美中 空悔美中 你在这个 黑暗的虚空当中 这又打妄想啊 打好妄想啊 它就变现象 就变现象 变什么现象呢 就变成物质就出来了 这法相里面讲啊 妄想是见分 见分 它要紧 实在讲 它没有东西可见 于是在 毁昧之空里面 见暗为色 就变成这个物质 其实我们晓得 这物质是假的 不是真的 物质波动的现象 那么见要紧 这个见的念头 越来越强 越来越固执 越来越坚持 这个波动的幅度 就越大 那么这就是 就是现在所讲的 从这个基本粒子 组合成电子 再组合成原子 组织成分子 组织成了万物 什么人 在这里 主宰在主人 的广念 都是从广想生的 这是从见分 变成了相分的 可是主要知道 见分跟相分 都是从毁昧之空里头 变出来的 所以无明是一切万法的根源 一切万法的根本 无明是自信不觉 变现的状况 他的体力就是自信 就是真心 就是本性 真的是一念不觉 我们迷失自信 很久了 这个很久就是 迷失以后 念念都迷 我们看的是 迷惑的相识下 念念都迷 真的是 无量皆来 我们念念都迷 有没有可能 绝呢 当然有可能 如果一绝了之后 你念念都绝 这问题马上就回复了 就解决了 跟你讲的 无明是无实 无实就不是真的 要有实有宗 那就不能说是假的 没有开始 这个现象是 是刹那生命的现象 迷是那个一念迷 绝也是一念绝 我们今天听到佛法 仿佛好像有一点绝的味道了 为什么还绝不过来呢 这一念绝了 这一念绝了 第二念又迷了 怎样保持第二念不迷呢 绝了要放下就不迷了 放下什么呢 放下一切妄想分别之处 就不迷了 这就从根本上放下了 从那个能变性幻象的那个地方放下了 从四上放下不行啊 我们今天讲的时候 贪嗔痴慢 贪嗔痴慢放下行不行呢 那你是对一些自在 是对一些好处 可是你境界转不了 因为你是从职业上放的 不是从根本上放的 职业上放的地球 可以减轻你负担 也就是减轻你的烦恼 减轻你的恶报 有这个好处 放下贪嗔痴 最明显的就是放下三窝道了 你在六道里头不会跺三窝道 这不是减轻负担吗 减轻烦恼吗 可是你没有办法超越六道轮回 没有办法超越十八戒 所以这个放下 要从根本放下 根本是什么 念头 七心动念 如何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留根接触外面的境界 这个话我们讲习当中讲很多遍 但是大家很不容易体会 要学个什么呢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知足 这是从根本方向 不要从知之夜 知之夜夜上没什么大用处 我们眼见色相 张开眼睛 见外面的现象 能够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我们的见 就跟诸佛菩萨的见 没有两样 我们用的是见心 见外面是色性 这奇心动念 分别执着 这是用眼识 见外面的叫色尘 尘是比喻 尘是污染 你一定会被外面境界污染 也就是说 你一定会被外面境界动心 动什么心呢 动分别心 执着心 贪嗔痴慢的心 你会动这个念头 这就是说 心被禁转了 自己在境界里做不了主 被境界转了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境界转不了你了 转不了你的时候 你就可以转境界 这是任言经常讲的 若能转境 则同如来 什么人 不被境转 而能转境呢 语言叫 粗诸佛萨 粗诸佛萨 有什么本思呢 给诸位说 就是六根 接触六臣境界 不分别 不执着 不起心 不动念 那就是原教 促诸佛萨 就超越了 十法界 极心动念 就把这个境界 变成了十法界 分别执着 就在十法界里头 又变成六道轮回 那就越来越糟糕 四十真相 就是这么来的 结案为死 这说明 宇宙怎么来的 世界怎么来的 色诈妄想 想象为身 这点就是说明 一切有情众生的身 是怎么来的 色 物质 我们这个身 肉身是物质 里头掺杂着妄想 妄想是精神 我们现在讲动物 动物 它必须的时候 它有色身 有妄想 就是它有这个物质的身体 还有精神的一部分 这个妄想 我们讲心发了 色心二发了 里面咋这个妄想 想象为神 神是怎么来的 神是想象带来的 这个相貌啊 相貌是怎么带来的 想象带来的 我们世间人 不明这个道理 讲什么 遗传的 你细细 去想想 这遗传讲得很勉强 为什么呢 遗传说 儿女的相貌 一定像父母 多数是像父母 如果讲遗传 应该普遍都是这样的 可是还有少数 那个儿女 根本不像父母啊 确实是父母生的 都不像父母啊 那这个遗传怎么讲法呢 佛经上讲得好 想象为神 这个相貌啊 是他投胎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的妄想 佛经上讲的 儿女跟父母 有四种缘 抱恩抱怨 讨债还债 这是冤家债主 一下遇到了 遇到是预言了 他来投胎的时候 大概的时候 这个男的呀 喜欢这个女的 女的就喜欢男的 把父母之身啊 他以为是他自己的身 所以的相貌就接近 那么还有的时候呢 这个亲属很近的时候 如果他也很喜欢的时候呢 那相貌也就像 这个其他亲属的相貌 是他的欢喜心取的那个相 所以确实是想象为神啊 相貌是这么来的呀 但是这个相貌会变呢 注意要知道相貌会变 为什么会变呢 相随心转 所以中国古代 对于教育非常重视 教育是教导你做人的 怎样对人对事对物 怎样面对着我们生活环境 环境里面包括天地鬼神 所以中国的教育叫静教肖 那个相貌 自自然然端壮 现代人不一样了 现代人对这个东西不讲究了 认为这是很落伍的思想了 这是过去 这是专制时代的思想 把这些能力道德完全舍弃了 那么现在人想的是什么 奇奇怪怪呀 真的就不能不累呀 我们中国古人所谓是妖魔鬼怪 现在想法都是妖魔鬼怪 相貌样子也是妖魔鬼怪 这是非常可怕 社会怎么能得到安定 人生活在这个世界 怎么样能够得到身心安稳 所以现在人生不如古人 古人身心是安定的 现在人身心是浮动的 不晓得哪个地方安定 你说这个生活多苦 所以教育非常非常重要 教育是教人觉悟 知道人与人的关系 人与天地的关系 人与自然的关系 中国古代教育是叫这些 那么是神怎么来的 相怎么来的 所以一般人讲啊 这一个人40岁以后 这个相貌啊 与新天的距离远了 新天影响不大了 40岁以后的相貌 那就是你后天要负责了 你的思想 你的见解 你的行为 40岁以后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了 40岁以后是你这一生 修善修恶所变现的了 那可完全不相同 如果你要看到一个人相貌 一年比一年好 这个人心很好 行很好 相貌一年比一年觉得可怕 那心术有问题啊 那他的行为上有问题 从相貌严行呢 能够看出一个人的心底 看出一个人的吉凶豁富 所以楞严经上只有六句经文呢 把这个宇宙人生的来源 讲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此段经文 明白开始 虚困 世界 色神 学有众生 昏扰扰的 妄想 之所变现 就跟我们做梦一样 梦中 有世界 梦中 有虚空 梦中 有色神 一切法 从心 相生 主要能常常把这一句话记住 在一切 在一切实 一切出 一切静缘当中 常常常常常能够提得起 这个人算是清醒了 不迷了 一切法从心相生 你心里面 你心里面想善 身心世界都善 确实随着念头就变了 心想窝 这身心世界没有一样不空 都在一念之间 我们念佛会成佛 想西方极乐世界一定会往生 根据什么道理呢 也是这一句话 一切法从心相生 我想佛 慢慢就变成佛了 所以你何必打别的妄想 为什么不念佛呢 这个念佛就是想佛 念不是口里头念 诸位想想中国的文字 你看念佛那个念 念是什么 现在的心 精心 现在的心里面就是像佛 这个才能起变化 口里面念 心里头不想 没用处 最重要是心里头要有 所以这个念自从心 想 心里面就有像了 心里头有个像 叫像 那个像要好像 佛的想好 究竟圆满没有丝毫的确信 所以你为什么不想佛 为什么不想菩萨呢 想佛想菩萨 尤其是年岁大的人 退休之后 没事情做了 在家里天天想佛 想菩萨 好啊 那慢慢就变成佛 变成菩萨了 许许多多 退休的人 退休之后没有工作 感觉到无聊 天天想无聊 天天胡思乱想 没有两年 头发也白了 皮肤也皱了 好像是年岁年 想过了二十年一样 衰老了 什么病痛都出来了 那是什么呢 妄想打出来的 胡思乱想 把这个身体糟蹋掉了 这个念头改变了身体的组织 使这个组织不正常了 它就产生病了 有了病了 就天天想病 于是这个病 越想越严重 越想越复杂 那这个病 怎么能好得了呢 这是我们看到 很多退休的人 一两年就衰老 你再看那个样子 很可悲 那变化太大了 什么原因呢 一切发从心向神 所以你要是真能够 天天想菩萨想佛 就不容易衰老 不容易变化 变化是有 它一年相貌 比一年壮严 一年身体 比一年好 不需要进步 不需要用药物来治疗 用不住 那些东西都会起副作用 都会伤害身体 只是一个清净的念头 清净心 能够叫你的身体 恢复正常 妄想本非真实 刹那生命 由其变现之身世 变现的身体 跟世界 其变现之身体 其能真实 能变的妄想 是妄想的 虚妄 决定不是真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认清楚 身 是假的 比喻着影像 世界像水泡一样 梦幻泡影 刹那生命 了不可得 这才是四十真相 真相清楚 明白了 自然就 不起妄念 对着这个境界 不会再齐心动念 不会再有分别执着 这个就恢复到正常 那么底下还是解释 记忆里面呢 这六个字 水中之泡 极其脆薄 这水泡很容易破掉的 罪易坏灭了 殊不知世界 也然 今天我们对于世界的沉住坏空 这个四十知道的相当清楚 在天文台上 从天文望远镜中观察宇宙 每一天都发现有新的心 世界新陈 每一天都观察到星球消失了 或是爆炸了 或是没有了 这就是经上讲的世界的沉住坏空 我们这个世界也不坚实 不坚劳 很脆弱 你说外面这个心 地球经不起碰撞了 一碰撞就完了 碰撞的机会有没有了 当然有 这个机会很少就是了 不是没有啊 喉宽现在 这个科学技术发达了 人类自己糟蹋这个世界 自己要毁灭这个世界 这也是一切发重新向生 这是大家的工业 所以四世真相 唯有佛法 看得清楚 看得真实 看得透彻 世间人 以为这些吉凶祸福 探图种种享受 在佛法里面看到 都是一场空 都是了不可的 而且都是经上所讲的 事发平等 无有高下 我们举一个 咸咸的比喻 诸位能很清楚地看出来 我这个年龄 小时候念书 生在抗战时候 我这个年龄 我们的物质生活 非常贫乏了 我们上学 没鞋子穿 出门没有车 都是走路 抗战期间 我走了几万里路 我走了八年当中 江南走了十个省 都是两条腿走的 那现在人的时候 现在人上学的时候 都开车 现在人有福报 我们那时候没有福报 我不以为然 我觉得事发平等 无有高下 为什么呢 我们生活在大自然当中 有乐趣 好比我们是野生动物 现在年轻人是家里养的 不一样 快乐不相同 我们的快乐 他想不到 我们跟大自然 完全融合在一起 现在人出门 驾驾车 我们那种快乐 他做梦都想不到 说老师 还是那个生活路 一个时代一个时代 不一样 真的是事发平等 无有高下 看到佛经 那不能不佩服释迦牟尼佛 你身在哪一个时代 你在那个时代享受 那个里头有真的乐趣 那个见闻 常识 经验 智慧 不相同 不是现在年轻人能够有的 现在年轻人 确确实实 笼子里头养出来的 虽然很幸福 到时候什么都有人喂你的时候 可是 那个智慧经验 阅历差太远太远了 所以说 哪一个有福 哪个没有 都一样 这个才在佛法里头 我们能够 看到 平等的 这个法 那一言约 空生大觉中 如海一欧发了 有漏微成国 借意空所生 欧灭空本无 宽福 朱三有 这也是 这也是 乐言经上的经验 所以乐言经 对于 这个 宇宙 我们今天讲的是 这个物理 讲的很多 经文里面 讲的很丰富 现在所讲的 这是 太空物理学的时候 这是 乐言上讲的多 空生 大觉中 这个大觉 就是前面讲的 姓海 真如本性 虚空不大了 过去人认为 好像虚空 没有边际 现在 科学家认为 虚空有边际 而且 虚空是有 糊涂的 这些科学家 头脑 相当聪明 那么 佛经上讲的 就是这样 虚空 不是无际 性 还是无际 所以 佛在乐言经上 用一个比喻说 把 这个 性 比作虚空 把这个 真如本性 性 还比作虚空 把我们现在 这个虚空的时候 比作云彩 虚空多大呢 就太虚空当中 的一片云彩而已 所以虚空的确不大了 两个人睡在一张床上 过人做过人的梦 过人有过人的虚空 醒了之后 虚空都没有了 才知道虚空不是真的 但是在佛法里面 这个有为法里头 没有列入虚空 为什么原因呢 虚空生灭的像不显著 所以把虚空啊 列在无为法里头 无为法有六种 六个无为法 但是六个无为法里头 只有一个 真如无为 那是真的 那是性海 那个是真的 其他的五个无为法呢 是 生灭的 这个现象不显著 所以列到无为 相似的无为 它不是真正的无为 相似的无为 虚空什么时候 会没有了呢 觉悟就没有了 你没觉悟 你就有 觉悟了就没有了 那么觉悟自己 晓不晓得呢 晓得 哪一天起啊 你看到这个虚空通通是明亮的 你就觉悟了 虚空就没有了 主要知道虚空是黑暗的 你看在密宗里面叫大黑天 那个就是虚空 毁昧唯恐 觉悟之后啊 这个暗的现象没有了 一片光明 那个虚空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境界 破一片无名 见一份真心的时候 虚空就没有了 就突破了 心是光明的 石是黑暗的 准阿赖耶为大圆尽之 虚空就没有了 就突破虚空 空生大绝肿啊 如海也偶发了 偶是水泡啊 虚空是什么 虚空在大海里头 就是杏海里头 那是水泡而已啊 游漏微尘国 微尘是比喻多 就是世界 我们今天讲的星球 你看 无量无数的星球 这星球存在那里 都存在虚空当中 都没离开虚空啊 借一空所神啊 空是什么呢 空是杏海里头的一个水泡啊 迷失了自信啊 在自信里头 变成一个 这么一个一个境界 那么游漏微尘国 就是前面讲的 空回魅中 这就变成了 有漏的 微尘世界了 偶灭空本无 这个水泡要是破了 灭掉了 虚空本来没有啊 所以禅宗里头 疾风化里头 所谓是粉碎虚空 虚空能粉碎吗 能 不是不能 因为虚空不是真实的 虚空是情史所变的 也是从心相生 虚空 是假的 世界是假的 哪里说三游是真的呢 这个三游是有情众生 欲皆有 色皆有 无色皆有 这是讲的六道众生 六道众生这个身 哪里是真的啊 虚空世界都是假的 我们的身还会真的吗 佛在经上啊 把宇宙人生的真相 跟我们说破了啊 我们读多了 看多了 在读 《金刚经》上这段经文 你体会的就更深 三游 三界也 刚才说了 色界 这个欲界 色界 无色界 这叫做三游 也叫做三界 游漏 漏是烦恼的代名词 这个漏的意思 就是不健全 不是完好的 明其比坏 他存在的时间长短 我们今天讲存在 是讲他的相续现象 他相续现象能够支持多久 全在想象 一切发从心相声 全在众生的想象 念头转了 境界就转了 那么这个想象呢 不会永恒不变的 现在讲想象是 刹那在变 但是变的幅度不大 所以我们看的这个现象 似乎是一个相同的相续相 其实 这个所有一切现象 都是刹那生命 实实在在是了不可得 一切学人 当常观此理 学人是直修学佛法的人 一切学佛的人 要尝尝 观照这个四十真相 要常常在日常生活当中 体会这个道理 虚空上师 毁昧昏扰扰相 这是佛在楞严经上讲的 虚空是什么 虚空就是 毁昧昏扰扰相 通常用两个字 来说他无名 无名就是 毁昧昏扰扰相 渺小如泡 虚空就太小了 这个地方说他渺小 他要跟性海来比较 他就太小了 虚空就太小了 虚空跟性海比 虚空像 这个空中一片云彩一样 而世界是包括在虚空里头 那么世界不就是更小了 何宽空自身 何足道也 我们身在跟世界比一比 太渺小了 微不足道了 这都是讲的 四十真相 虚妄现有 靠使走 眼前种种境界 是虚妄现的加油 不是真有 虚妄是什么呢 妄想 所有一切境界 都是从妄想 变现出来的 设法界 一真壮严 全是妄想 变现出来的 靠使走 你要细心去 靠查一下 事实在这边 荡体界空 料不可得 从他的本质上说 他没有 从他存在的 这个时间来说 他几乎是生灭同时 一心造业 寻业而现 这两句 是说明他 所谓的 这个世界的假象 为什么会有假象 假象是依据什么 而发生的 这两句话 回答得清楚了 是因心造业 心就是 其心动念 其心动念 就是造业 寻业而现 这现的就是象 所有这一切象 就是你业所变现出来的 业是因 像是果报 业因果报 但是 诸位要晓得 这个 业因果报的变现 它确确实实 是现象 但是他所现的 这个像是 极其短暂 真的 就像那个 闪电一样 一刹那 他就没有了 我们今天看到的像 的那个造的业的 时间的长短 所以 因果报应 丝毫不爽 都是 寻业 发现 受药 好丑 英国难逃 受是长寿 药是短命 这就是说明 这两个字 是代表 这个幻象 连续象 它连续时间的长短 时间长的 我们叫它做受 时间短的 我们叫它做药 你所看到 都是一个相续象 好丑啊 是将它献出来 这个象 这个受药 是将它存在的时间 阴行善 献出这个象呢 就善 三善道的像 四圣法界的像 声闻原觉 佛菩萨 这个阴行不善 献的是六道的像 献的是三窝道的像 那就是丑 所以这个好丑啊 就是将 境界的善悟 都是自己造的 英国难逃啊 这个受法界 一正庄业 是一回什么事呢 实实在在讲 就是 因心造业 循环不见 刹那生灭 相续现象 就这么回事去 这个是 宇宙人生的真相 没有一样是实在的 没有一样啊 是常驻的 没有 全是刹那生命 然而 无韵本身 一了不可得 无韵是我们讲的 精神物质的 那些因素 这是造成 身心世界的条件 这些条件 这些条件都是虚幻而不可得的 猴款 假和之 换身 四大无韵 假和的 我们这个身体 身体决定是虚幻 极为 似有 好像是有 我们能够见到 能够接触到 好像是存在 就跟梦境一样 实实在在的呢 十五可知 这是真的 了不可得的 有迹 非有远 你这样才能真正 见到 四十真相 有迹非有 荡体皆空 了不可得 哪有这些事情 唯有 业随身 这个造业 它没有中断 我们现前 清醒的时候 造业 造业就是 齐心动念 分别执着 睡觉了 睡觉还在造业 还没有中断 还是齐心动念 分别执着 你做梦的时候 你就得 你在那里造作 你不做梦的时候 还在那里造作 如果你不造作的话 你的身相就没有了 还是在造作 所以这个造作永远没有间断 因此 这个摄像 相就不灭 那么你造作的阴心 变 这个像 像的这个 它就会变 你变得幅度大 那个像 变得幅度也大 面头变得幅度小 这个像 变得幅度也小 现象是古报 古报是随着阴心去变的 正因为四十如此 所以佛法里都才说 众生为果 菩萨为因 菩萨晓得四十真相 他要想现好的像 他一定修善意 他不希望见到我的像 所以他决定不起温 我的念头一定感觉 不善的像 好的念头 一定是感到美好的像 这一定道理 谁做主宰呢 自己念头在做主宰 决定不是外面来的 确确实实实 自作自受 一定要认为 要认清楚 有即非有 所以即使 这个境界向现前 也若无其事 可以受用 不可以自主 这个就得自在了 摄心如患 摄心是旺心 就是八十五十五十一心 佛法里面也设三心 这个三心呢 跟金刚经事三心的意思不一样 金刚经事讲过去 过去现在未来 讲这个三心 佛法里面 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个所有一切现象 变化的根源 它是能变 一切现象是所变 这个心意识是能变 它是幻的 它不是真心的 世界如泡 这是前面说过的 此生如瘾 所以梦是总比喻 梦是总欲 梦幻泡淫 身心世界 虚幻非识 一切又为乏相可知 又为乏相 不但包括了 世间一切法 除世间的法 也包括在其中 我们这个世出世 界限是在六道 六道里面是世间法 超越六道 这四圣法界 叫出世间法 后起来 这个世出世间法 就是世法界 世法界 都不出这个范围 所以这个一切又为乏 包括了世出世间 一切法 都不是真实 都是原生之法 当体皆空 了不可得 如露如电 这两个字 是比喻它存在的时间 短暂 极其短暂 所谓生命在呼吸间 这是我们要警觉的 人命无常 要有这个认知 这才是个觉悟的人 当家境用功 如就透然 了解四十真相 才知道 光阴之可贵 我们今天在世间 世间哪一样东西最可贵 光阴可贵 迷的人 把时光浪费掉了 那叫真可惜 觉悟的人 一分一秒都不空过 他要用功办到 用什么功呢 看破放下 这叫真功夫 什么叫看破呢 宇宙人生的真相 像这个经上所讲的 清清楚楚 明明白本 看在眼里 这是看破 一点都不迷 晓得 所有一切境界 无非是夜阴国报循环的 刹那生命相续而已 灭灭如是官啊 知道所有现象 是刹那生命 根本不存在 这叫看破了 什么叫放下了 在境界里面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放下了 把起心 动念 分别 执着 放下了 这叫真看破 真放下了 确定看破 确定放下了 用这种功夫 这个功夫用的 你看不出来呀 你所看得出来什么 人家念佛 拿着念佛 阿弥陀佛 这个用功啊 你看出来了 在读经 你看出来了 在拜佛 你看出来了 你看到这有形的呀 那未必是真的呀 真功夫是一切明了 心无挂爱呀 那是真功夫 这个功夫要念念无尽 如果阴念 功夫射掉了 你阴念就迷了 迷的像什么 又分别又执着 又搞这个牵挂了 这就迷了 是一个光阴宝贵 宝贵在这个地方 决定不容许 一念迷惑颠倒 决定不容许 一念又高分别之主 所以这里讲 家仅用功 如酒投然 是这个意思 观此六欲 这首记 记字里面 讲的这六个字 虽是观 驻发空向 身形世界 了不可得了 有即非有 经文 经文表面上 是在这一面 这一面是从四项上说 从这一面呢 就能看透到另外一面 即使观 如如指信 所以从相上 你就见信了 以性相 奔来 融通 融是圆融的 通是无碍的 真是清凉大师 在《华言经》上 所讲的 理事无碍 事事无碍 故观原生 即可其辱 如如不动 前面的两句 不取余相 如如不动 如如不动 是讲的自信 心体 心得 不取余相 是讲的功夫 修得了 性修宝尔 性修一如 那么你在 驻法空向里面 当然就 其辱 如如不动 刚才讲的 你在一切法里头 不分别 不执着 不弃心 不懂念 就如如不动 就回归到自信 这是古德常讲的 消归自信 消归自信 是讲的 法法都消归自信 佛在这个境上 为我们显示 释迦牟尼佛 也开端 如设位大臣 其时 做衣吃薄 穿衣 消归自信 吃饭 消归自信 走路 消归自信 样样都消归自信 自信是 如如不动 所谓如如不动 就是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这样消归自信 这样消归自信 由此可知 消归自信 就是在 世上 见到李了 李是不二 就消归自信 在相上 见到性了 性相不二 就消归自信 无为发音 这四个字 是形容 真如本性 一切万事万伐的 本体 他是无为发 所以无为 没有 起灭 没有生灭 没有来去 所以如如不动 从观 又唯一 法相 如梦幻 如首 这是教给我们 修观的方法 所谓修观 修正我们 错误的观念 修正我们 错误的想法 看法 从哪个地方 下手呢 金刚经 这一句 记 非常好 叫我们 观一切 幽微的 法相 身心世界 如梦幻 泡影 虚空如泡 人身如影 都不是实在的 便是念兵 不住 忽忽忠道 念兵是空有念兵 有微的 这边 我们要修 修而不着相 就是无微 换句话说 认真 陆离 断 我 修 善 而不住相 心地 清静 若无其思 但是在 四上的时候 还是认真 陆离的 去 断 我 修 善 这就对了 这就是 两边不住 这就是 中到 第一地 佛与大菩萨们的 成就 就是这样 修成的 三性 三五性 为法相宗旨 精要意 佛说法相 原为名词 若知此意 则原其性空 更能撤了 修持观心 更易得力 三性 三无性 底下这几段 再细数 性是性质 法相中 为我们分析 世出世间 一切法 不外乎 这三种性质 一种是 变基 所知性 变是普遍 即是计较 这是妄想 执着所 变现出来的 用我们 现代的话来说 抽象的概念 决定 没有 可是这种抽象的概念 是普遍存在的 你不能说 没有这个四 但是它确实 不是 这个四 一类 如果在 报法里面讲 二十四个 不相应 法 就是属于 变基 所知性 第二种 依它起信 这是将 所有一切的现象 现象 大乘法 大乘法里面 常讲的 语言 生之法 语言 就是条件 这个它 就是条件 是以 许许多多条件 而生起的 这一类 就属于 一塌其心 可见的 一塌 没有自体 没有自体 真的是 荡体 借空 了不可的 比如我们这个身 我们的身体 是一塌其 四大五蕴 激活 献起 这个身相 四大五蕴 离开了 这个身相 就没有了 这个身 没有自体 四大五蕴 祝货 它就是 我们今天讲 种种条件 凑合 而有的 像这个房子 房屋 一塌其 这个我们更容易 看得出来了 这个房子里 有钢筋 木材 砖瓦 水泥 许许多多 这些条件 组合 才成一个房子 这些材料 堆在那边 我们不叫房子 把它组合起来了 要成立一个房子 这个房子 是一塌其 的 所有一切的色相 全是一塌其 圆起 星空 它没有自体 当提借空 了不可得 第三种 叫原成实 这个是真的 原是圆满 成是成就 实在 不是假的 这是讲什么 这是讲 宇宙万有的本体 是讲我们的心性 心性才是原成实 除了心性之外 不是一塌其 就是边界之 一塌其边界之 完全是假的 那么为什么叫三五 这个三五性呢 你要执着有这三个性 你就又错了 忘想 佛未了 说法方便其见 建立这三个名词 你要以为这三个名词 是真有的话 那你就又错了 你又迷了 佛要把你这个 妄想执着打掉 用三无信 相无信 身无信 身亦无信 才叫你心地干干净净 这是法相中的 精药之一 佛说法相啊 目的就在此地 就是叫我们明了 宇宙人生的真相 法相说的很详细 很繁琐 他的好处 就是样样都说得仔细 他的缺点 就是太啰嗦了 讲得太多了 费的时间太长 波热金的时候 跟他恰相反 波热完全是抓钢铃 一点都不啰嗦 若知此意 你要对法相 稍稍能够通达明了一些 那么对于波热里面讲的元旗信空 你就会更清楚 更明白 法相是细数 波热金是略数 但是内容 只去完全相同 一个是不厌习烦的细讲 一个是简单明了的略数 这是对不同根性的人 所用的善巧方便 这个上根之人 听佛一说 他就明了 不需要那么麻烦 那么解释 那么啰嗦 中下根的人 听了佛的细说 他不能够了解 必须要细数 那么上个人 听了佛的细说 他更清楚 中下根人 听了佛的细说之后 然后再听佛 简单恶要的来说 那在修持上 更容易抓到钢铃 所以这样啊 修持观心 观 就是修正我们 看法 想法 行 是修正我们 做法 说法 就真正的 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的思想行为 依照佛真实的教诲 来修行 这样就更容易得利了 那么底下这个三性三无心 我们留在下一次再说 今天时间到了 都在碧哥 掌 surrounded 不可以 好 你的 �än 闻 没有 一 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